浸泡茶叶倒入茶杯 一股清甜风味扑鼻而来 再喝上一口味干带蜜香 完全没有苦涩味 欢迎来干啥泡杯 这是茶农李江源 在南投渔池陆浩附近山区 发现的变异种茶叶 所泡出来的好味道 他在民国90年 发现这株美丽的茶树 连年尝试制茶 一种植株呈现四季风味 不然这个煮方液 喝起来带有那个蜂蜜 蜜香的味道 很润合 它不会瘦 所以泡茶的话 它茶水很多 可以泡七泡 平常的话 那个乌龙茶或是十八号的茶 只能泡三泡而已 这个我可以泡七泡 李江源将这种茶叶取名为 紫黄玉 叶面布满达摩蓝线液 四季呈现不同颜色 专家说这样的变异种实属难得 李江源也没有大量种植量产 因此茶叶珍贵 供不应求 大部分的山茶在野外的正常状况都是绿色的 不同的绿色 那但是像这种半夜的变异株是非常的特别的 那它需要偶尔它才会大概几万分之一的几率会发生这种变异 我爸爸后来才要种茶 刚开始的时候其实老实说我是反对的 因为其实这场红茶超多人在种 然后我觉得我们也不开可能变成后期之秀 所以后来我公公跟我说没有我们家茶不一样 我说好那我回去喝喝看 对然后那时候我回去的时候我公公就泡给我喝 那它也拿就是当地就是比较多人种的红茶一起泡给我喝 那我那时候喝色真的有惊艳了一下 对就觉得真的就是跟我平常在喝到的红茶不太一样 对而且它真的就是酒泡不是的 不像说我们平常泡红茶要赶快把茶汤沥起来这样子 对对啊 所以那时候觉得还蛮特别的 他们说我这个茶叶是变瘦 它每一季都不同的颜色 春天绿色 夏天紫白秋天煮黄 冬天就变什么好像黄金那样 都金黄色了 但是它的颜色会变 然后那个茶味也是不一样 它有熔岩味道 还有什么蜜香 都有了 他们就叫我一直要推广下去 适逢科教馆台湾科学节展览 李江源也北上来推广 他研制了十几年的紫黄浴茶 让台北市民也能喝上这样独具在地特色的好滋味 搅拌塔皮制料 分割冰上整天再压磨成型 接着送进烘烤箱 另一部分将烤过的夏威夷豆经过筛选拌糖 筛到塔皮筛好筛满 二次烘烤才完成坚果塔 每一个都能吃到超过十颗夏威夷豆 料多但少油少糖无负担 师傅现在在做的这个是挑豆 就是烘烤完之后呢 我们进行二次挑豆 那师傅会把比较味道 风味没有那么好的那个豆子给挑出来 那这个豆子呢 它并不是有油耗味 而是吃起来它会带一点酸酸 它偏苦的这个味道 那因为我们家做的是比较少油少油少糖的一个坚果塔风味 所以它如果让客人吃到酸 它的风味就没有那么好 所以我们会把它剔除掉这样子 我们家的口感呢 比较特殊的是 它一入口的 因为我们家是自己做的塔皮 所以呢 它你可以吃得到发酵奶油 它原本很好的一个风味之外呢 你也可以吃得到它豆子 该有的那个香气 然后也不会过硬这样子 小姐我要想推荐你这个夏威夷豆前亭堡 它是用伊朗的野草做的 非常好吃哦 请尝看看 好哦 豆子很大颗耶 真的 我们就是用4L的夏威夷豆去做的 很好吃 好吃对不对 好吃 一吃就知道食材的好 老板店内招牌煎过它 可是获得不少奖项 另外还有南枣核桃糕 文山包种茶Q饼 手工饼干 也都是各项比赛的佼佼者 那我们的特色呢 是我们是使用那个发酵奶油 跟以大部分的海藻糖来取代砂糖 制作的一个坚果塔 那吃起来的塔皮呢 酥香脆 另外呢 我们在煮焦糖的时候呢 没有把那个糖浆呢 过度的焦糖化 可以让这整个坚果塔呢 吃起来呢 可以吃得到那个发酵奶油的香气 跟那个豆子原本的香气 那另外一个我们的招牌呢 是我们的一个大蒜黑胡椒口味的一个夏威夷坚果塔 那这个是我们每年三月的时候都会到云林去跟那个大蒜农呢 去买那个新鲜的大蒜 然后再把它冷冻起来 冷冻冲存起来 因为那个时候的大蒜呢 它的香气跟辣度是比较足的 那我们这个原味夏威夷坚果塔呢 在2022年也拿到了那个台湾高饼高饼工会呢 举办的一个比赛 那拿到了金子奖的一个肯定 那我们这个南枣核桃糕里面呢 展现满满的诚意 非常非常多的核桃在里面 那这也是我们用那个纯枣泥浆跟枣泥馅去师傅去炒制的 它光是炒一锅糖就大概要炒一个多小时 所以是真的是慢工出细火 那这个南枣核桃糕呢 它吃起来风味呢 略带点微酸 那可以吃得到核桃的一个香气跟口感在里面 那这个也是我们在2023年 拿到台湾百大高饼伴手里的金子奖 也是非常热效的一个品相这样 茶Q饼 我们结合了那个文山的那个包种茶 跟那个国产红豆馅 跟那个树香松 那这款饼呢 也在今年呢 我们拿到那个农粮署举办的红豆竞赛 拿到了全国季军这个奖项 那它吃起来 饼皮会带有一点那个文山包种茶的香气 那这款是素食者也能够吃的一个产品 点心不仅好吃 中于天然 且包装也十分亮眼 常有老顾客送礼 米月都指定他们家 走进店面也可以感受到品牌的用心 那我们家的煎锅塔呢 有非常多的客人喜欢 特别深受是那个上班 上班族的OL 或者是说你出国呢 要送给客人 可是不知道送什么呢 他们就会特地来我们店 带这个煎锅塔 去送给国外的客户 那都获得一致的好评 那另外呢 我们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呢 也蛮多客人喜欢送我们家的煎锅塔 当作他们的一个年节伴手礼 那红豆麻糬奶油饼呢 它是使用那个巴斯克蛋糕的一个做法 然后呢 里面一样是包着那个国产红豆馅跟麻糬 还有芝麻在里面 这一款呢 不管是长辈或者是小孩呢 都是非常喜欢的一款甜点 果香奶油饼 那它的一个美味的关键就在于 这个果馅呢 是我们师傅自己熬煮的 那我们使用了大量的苹果跟凤梨 还有百香果 还有柠檬跟橙皮在里面 所以你吃到的时候呢 会吃得到苹果的一个果馅 还有那个比较特别的是 会有百香果的籽子在里面 那口感也蛮特殊的 那喜欢酸酸甜甜的那个女性朋友呢 她特别喜欢这一款果香奶油饼 师傅讲究选料与工法 从塔皮到馅料 严选食材精心制作 见过她口感酥脆极佳 一口咬下甜而不腻 每一口都是满足 你看牛舌 它牛舌很好吃 很juicy 它三层肉也很不错 我觉得有那种疫苗 来到韩国的感觉 猪五花在烤盘上滋滋作响 丰富的油脂 焦脆软嫩的口感 光是用看的就让人口水直流 还有这撒上葱花的牛舌 一上烤盘就跳起舞来 透着肉汁让人等不及要一口吃下 因为它的牛舌是用着那个葱去包覆 跟一般其他的牛舌比起来比较入味这样 为了满足对肉的坚持 热爱烧肉的老板干脆自己开店 只用现切原肉 不禁腌制 直接烧烤 想吃原汁原味 或沾酱变换口味 都随客人喜好 其实我们的肉种有蛮多的 除了有牛肉猪肉海鲜类 那我们牛肉的话呢 通常我们会有牛五花 牛五花也有两种 一般牛五花跟那种 我们的所谓的特级的牛五花 那我们的顶级牛五花呢 它其实是用牛小排切下来的 会感觉上是比较好吃 那猪肉的部分的话有猪五花 那猪鲤鸡 那比较特殊的话 是我们的鸡黑猪 它的品种叫鸡黑猪 不是我们取的名字 它鸡黑猪梅花 那这块肉呢 是号称猪肉界的Hermers 它是唯一可以吃这个八分熟的猪肉 但是当然我们还是会 帮客人烤到全熟 那我们来这边的话呢 主要就是说 让客人体验那个烤肉的感觉 像我们之所以会开这个店 是本身自己很喜欢吃烧肉 那我们可能疯狂到 从北到南都去吃 那后来才发现说 因为有些烧肉店为什么便宜 有些烧肉店为什么贵 但它取向不一样 还有就是说 它选择的肉质的不一样 当然像我们 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我们不管是在 牛小排啦 或是我们猪肉上面 那都是整块 那当然如果用煮合肉 它比较快 而且价格比较低 可是吃起来就是 口味就没那么好 所以我们就比较坚持在我们的肉类的方面 那我们这烤盘也是从韩国空运过来的 它的特点是它比较不沾 而且它油烟比较低 然后烤起来比较健康 比较不会是用碳火冰火 因为碳火冰火比较容易积碳 吃起来不是那么健康 用这烤盘烤出来的肉特别香 而且吃起来也比较健康放心 烙泡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翻过来了 牛肉要几分熟自己掌握 但猪肉要全熟又不能老到底coco 桌边服务就贴心上场 比方我们烤肉的话 要依据它肉种的不同 来决定这个火的火候大小 所以大部分的肉 我们会帮客人调整在中火 那有一些比较特殊的 像比如说这一块 它是五股牛小排 它就必须要用大火 那为什么呢 因为大火的话 其实牛肉它不用吃到全熟 全熟的话它比较柴 那可能看客人喜欢吃五分熟 七分熟我们都可以把它处理 那所以说用大火的话 很容易把牛肉烤成外焦里嫩 如果都用小火中火的话 会变成全熟了 所以我会建议说 牛肉像这种牛小排比较厚的话呢 就尽量用大火来去做烤 我们烤牛小排的时候 会比较长翻它面 因为主要要外焦里嫩 可是烤猪五花的话 因为它猪肉我们必须要吃全熟 所以我们就会让它受热的时间久一点 也让它厚一点 可以把那个热传导过去 然后还有猪五花 它上面这一块是比较有肥的部分 我们就会这样去挤它 让它猪油多出来一点 等一下吃的时候 就会感觉到这整块肉都很脆 什么肉要怎么烤才会恰到好处 老板懂烤也懂吃 当然食材也得用最好 集黑猪 樱桃鸭 巨五把干贝蟹膏 不怕客人挑嘴 就怕客人吃不到 我们海鲜的部分呢 其实非常精彩 除了有我们这个大只的白虾之外呢 我们还有这个非常大 每个来留言都说我们的干贝非常大 所以我们有非常大的干贝 然后干贝上面也还会涂抹这个蟹膏 非常的饱满 那建议各位呢 可以来我们这边尝我们的海鲜 耶诞节呢 大家都喜欢吃什么 就是吃火鸡 可是火鸡肉其实它比较柴 不太适合哪来用好 所以我们就用樱桃鸭来代替 所以说呢 我们12月份就有推出 我们的樱桃鸭圣诞大餐 那我们还特别就放了有干冰 让大家可以除了拍摄好看之外呢 因为干冰它可以保鲜 就是让这个樱桃鸭肉 你们在享用的时候呢 永远都吃到最鲜的品质 除了烧肉 店里的下酒菜 薯条三角骨 还有韩式料理也是一绝 辣炒年糕 海鲜煎饼 海鲜豆腐锅 吃炒也吃饱 年糕的部分 它的辣味刚好是很足 然后是很入味 然后吃完一盘就又 又有再吃第二盘 它香蕉骨真的不错 它香蕉骨是跟薯条一起上来的 然后真的很脆 然后真的很香这样 那我们这边呢 我们的后厨 也有推出很多的这个韩式料理 就我们在店里面 同称叫秘制料理 就是秘密烧菜酒馆制作的料理 那其实我们这料理呢 非常特别就是 为什么很多客人来会觉得好吃 是因为我们的厨师都是 我们从韩国请真正的韩国人 韩国厨师过来教我们的 手把手 然后所有的比例都告诉我们 慢慢教会我们 所以我们出来的韩式料理呢 是比较道地的 但是呢我们口味上面 韩国师傅也有告诉我们说 我们需要针对我们台湾人 在做一些口味上面的调整 比如说咸蛋的部分 调整到我们台湾人喜欢吃 所以说它有这个韩国料理的精神 也有我们台湾人的口味 老板把店开在中山区热闹的中调通 上班族聚餐 商务课交流 通通一网打劲 本身是从彰化过来 那是因为在网路上看到 有很多人在介绍 所以我就特别从彰化 和朋友一起过来聚餐 那这次吃完之后 我下次也会再带更多朋友过来吃 很不错 气氛很好 对 然后它的酱料也都用得不错 像它有麻油 我也觉得蘸起来很好吃这样 我们开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就是调通 我们这边属于中调通 那这个地方呢 大部分大家可能会误以为说 都是日本人来 其实不然很多台湾的这个 我们的民众都会过来这边 那所以说我们会吸引到的 大部分就是像商务客 或者是说觉得说 我们这边的摆盘很漂亮 来这边特别拍照打卡的 网美网红 他们都会过来 在台北市美食一级战区 老板用烧肉食材与贴心服务 做出市场区隔 褥获涛客们的心 情侣甜蜜的互相喂食 一口炸鸡一口蛋塔 享受圣诞美食 圣诞节是家人情侣 欢聚的日子 连锁炸鸡业者 首都台日同步 推出限量圣诞巨大桶 有日本直送的金黄比斯吉 还有两款台湾独家口味的 枫糖香蒜炸鸡 以及金灿盐之花可可蛋塔 搭配限定圣诞磁盘 与美味小点心 充满浓厚的圣诞氛围 我刚才吃了蛋塔 它上面是巧克力 其实我一开始以为很甜 所以我不敢就是太大口咬 但其实后来吃到 那个巧克力跟蛋塔的结合 你会发现就是真的 没有到死甜 就是巧克力的香味 然后跟微甜的那个味道 我觉得炸鸡蛮令人惊艳的 它有一点像是蒜香炸鸡的感觉 但是它又有风糖的香气 所以其实它在吃的时候 蒜的味道比较重 然后再带一点风糖香气的感觉 肉的话就是嫩嫩的 不多说就是嫩嫩的炸鸡很好吃 其实它这一次的种类比较多 所以有点就是可以像是一次满足各个人的口味 我会建议就是多个朋友跟家人一起吃 不然如果跟男朋友吃 两个人吃真的有点太多了 一定要跟家人朋友一起分享 风糖香脆炸鸡很好吃 因为它吃起来口感的话 其实很香酥脆之外 它的肉质一样是很嫩的 而且重点是它不一样 是一开始吃有风糖的香气 还有香蒜的味道 所以它这样是搭起来 很特别蹦出新的滋味 我觉得是圣诞节聚餐 跟女朋友一起来的话 我觉得非常适合 而且可以你一口味 一口味一味的 还蛮浪漫的 限量一万组的圣诞巨大桶 除了搭配甜蜜蜜的 圣诞节限定口味 还特别做成成价设计 用充满惊喜与仪式感的方式 享受美食 为圣诞节欢聚时刻 增添幸福感 当归夹炖饭会是怎样的滋味 这道十三香乐眼当归炖饭 选用红枣 川穹 生须 当归 枸杞 桂枝 黄芹 甘草等 熬炖高汤作为酱汁 搭配香料乐眼 中西风味合并 美味又独特 这个是我们的十三香当归热眼炖饭 那它里面用到中药材主要就是有当归 然后还有一些川穹 桂枝 黄芹等等的辛香料 去组合而成 那是非常适合在冬天的时候 可以来做享用 因为其实烤肉是 大家也是很喜欢的一个小吃跟美食 那其实我们在这个肉的腌制的过程当中 也用到了很多中式的元素 比如说用酱油啊 或者用十三香去做调味 所以整体的呈现风味上来说是非常受大家喜欢的 因为其实我们觉得当归这个食材在台湾的生活当中是很熟悉的风味 那我们想要用这样的中式风味去跟西式的料理去做结合 所以今天在我们餐厅里面呈现的餐点都是比较偏向中跟西的风味去做合比的 其实我觉得大家对于西餐的风味来说都觉得是很新奇 想要去尝试不一样的味道 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样的风味用大家传统 印象中就从小在迟到的味道把它结合在一起 那把中跟西的味道一起在日常的餐点中就可以做呈现 同样中西风味融合的还有这道虫草香鲁鱼 做野菇青蔬热沙拉 吃得到北虫草的Q脆口感 店内经典招牌剥皮辣椒香海鲜原汁面 也是用料实在口口令人满足 因为它这次装潢看起来还蛮温馨的 而且食物真的很好吃 它那个鲁鱼煎得很香 那个皮这样脆脆的 然后那个炖饭它有 大概有加一些比较不是西式的香料 而且吃起来味道蛮特别的 而且很丰富的蔬菜 还蛮特别的 我吃过一次它那个当归的炖饭 对 还蛮特别的 像我常常如果一个人出来用餐的话 我都会选它的这个店 对 它的炖饭 粒粒分明 很有嚼劲 我真的是快笑 我自己就觉得它酱汁的口味蛮特别的 我本身就是比较喜欢吃麻辣 所以我是点香麻口味的 对 那它吃起来就是香香麻麻的 然后它的牛肉腰下很有口感 那北虫草它吃起来口感QQ脆脆的 那是一般在中药材当中比较少见的 而且它是可以直接拿来做生吃的 就是做食用的 我们最受欢迎的剥皮辣椒海鲜原汁面 那这一道里面用到比较特殊的食材 就是有来自于花莲的剥皮辣椒 那跟其他香料去做结合这样 那里面也有用到螃蟹酱啊 这些比较偏向中式的腌制的风味 采用屏东县加东农会 莲物果粒酱制成的气泡饮 还有经典的柠檬塔 是涛客吃完热食的清爽小店 连结了生活质感和幸福感 那饮料的部分这一道是我们的透红家人 透红家人我们选用了 屏东加东农会的莲物果粒酱 还有莲物的糖浆 那会研发这一道的原因是因为 其实莲物在生长的过程当中 会有相当多的裂果 那加东农会我们协助它把这样的裂果 变成是加工品 那进而再把它研发成到 大家日常常用的调饮类这样 所以对于说我们进而研发出这道透红家人 它的喝起来的风味 我觉得会有一点酸甜的风味 那微微的有一点莲物香气 那加上我们用了气泡饮下去 就会增加它的清爽感 兼具美味与人文温度的用餐体验 是店家想给消费者的感受 加上独特料理也时常吸引国外观光客来尝鲜 夏绿庆它当初创立的就是想要营造给大家有一种 公园旁边的一个小绿洲的意象 那可以让附近的上班族或者居民在中午或者是晚餐时段 甚至是下午茶可以到这边来做一点放松心情 那而且我们研发出来的料理可以让他们有一种很熟悉的台湾味 那另外一点是我们的地点位于松山机场附近 那国境开放之后更多的观光客来到台湾 他们的首选看到我们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说 这个就是来到台湾必尝的风味料理 透过这样的料理方式 其实我两边的客群都可以去吸收得到 因为外国人来到台湾 他就想要吃一点台湾的风味 但是这样的主体 炖饭或者意大利面 又是他本身习惯的主食 淀粉类 那对于台湾人他想要尝试一点西式的料理 炖饭 意大利面 但是我给予他的风味也是台式的风味 他就不会觉得说一下子跳太远 因为我们团队大部分都从 国立高雄餐旅大学毕业 那其实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 就是想要去发扬台湾独特的味道 或者是中式传统风味 那因为我本身是学西餐的 那如果我就现在在想说是不是西餐的料理 其实也可以融合进来这些台式的元素 中式的风味 那来做这样的呈现 其实我借由台北造起来的这个计划 我们从原本的夏绿利小吃厨的名称 改为夏绿庆 庆入新皮的庆 希望让大家有更多的暖心的滋味 可以在夏日里面品尝到一缕清爽的风味 意大利面店和其多 但结合中药材风味的实属特别 想知道香荣的滋味如何 来试过就知道 拿起一颗颗鸡蛋打入钢盆中 色泽浓郁的蛋黄磕颗圆润饱满 要制作美味的古早味蛋糕 从鸡蛋就得精挑细选 店里更使用飞机改豆浆取代牛奶 让蛋糕吃起来蛋香浓郁 口感绵密 我觉得古早味蛋糕吃起来里面都蓬蓬松松的 而且外面那个皮看起来就是鲜鲜的 而且也甜甜的 会让人一口一口会一直想要吃 我觉得跟一般吃到的古早味蛋糕 真的有点不一样 因为它是用蛋香以及用豆浆做成的治疗 所以它吃起来会比其他的古早味蛋糕 还要再天然一点 同行其实有很多前辈告诉我们说 你为什么不用那个液态蛋 或者是什么蛋这样就好了 那我们自己做了实验发现说 用了这样子这个友善饲养 48小时拿到的蛋 我们拿这样的蛋 做出来的蛋糕的质地更绵密 结构更漂亮 然后客人吃到我们家的蛋糕结构体的时候 就会发现说 为什么 这个特别香 蛋香特别浓 我想就是因为我们用了这个友善饲养的蛋 豆浆有一个好处 乳糖不耐症的客人可以来吃我们家的蛋糕 那有不少客人来我们家 特别就是追求这个豆浆的蛋糕 因为它吃牛奶的 会有一点点身体会不舒服 那我们最近有在想说要跟这个知名的豆浆品牌来合作 把豆浆 因为我们蛋已经很好了嘛 我们想说现在是不是能把豆浆再升级 把这个厉害的豆浆放到我们蛋糕 更升级让我们的这个品牌的分数再往上提升 这样子 店里招牌之一的红茶蛋糕是将红浴茶叶打成粉 吃得到浓厚的茶香与茶粉融入蛋糕中的细致口感 而巧克力口味则是添加比利时巧克力 真材实料看得见 传统古早味的蛋糕上面 我觉得在巧克力用的这个档次上面 我觉得可惜一点是 他们用的巧克力 其实你回去看它的这个成分表 其实你找不到巧克力三个字 它其实是一个巧克力风味糖浆 那在我们自己的制作上面 我跟Ryan我的合伙人 我们每次都在问说 怎么样的蛋糕你愿意给你的小朋友吃 那我们最后决定用天然的比利时 15度的巧克力来做 那我们发现说这样做出来风味很好 客人很喜欢 虽然成分比较贵 但是我们觉得还是要这样做 因为吃这件事情我们很坚持 那另外我们也很喜欢用这种在地的材料 譬如说台湾的红浴红茶 十分有名 那我们也想把这个元素一起拉到我们蛋糕里面 我不直接买茶粉 因为我有时候我会不知道那个茶粉里面有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选择自己把这个茶叶买回来打碎之后 然后在制作的时候再把它加入到我们蛋糕里面 回向非常好 因为我们的蛋糕里面除了不是只用汁 我们连那个茶粉也一起拌进去 所以大家喜欢我们的红茶蛋糕 是因为这个里面会有一点点的这个茶 所以它吃得到一点点这种纤维汁的感觉 那客人十分喜欢 还有加入五种起司的起司蛋糕 咸甜浇汁吃得到起司的口感 更是别处吃不到的口味 店里的咸派与甜塔也不用现成的塔派 原料看得见吃起来才安心 那起司的话我们叫它起司们 是因为我们在一个蛋糕里面我们加了五种不一样的起司 所以咸甜的层次 然后加上蛋糕的清爽 我觉得在层次上咸甜浇汁 我觉得也是让我们跟其他一般古早味蛋糕 更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我发现我们家蛮多这种 妈妈带着小朋友来买 然后把它当早餐 甚至有些小朋友在下课以后 他就先来我们这边 我们还有咸派 还有甜塔 还有提拉米苏 我很难跟你讲说我比较喜欢哪一个 因为我都喜欢 塔派这个部分 一样有很多前辈告诉我说 你应该是买塔 然后自己挑 应该是一个组装的一个过程 但是我们买了外面的塔 我们发现在过程中我都觉得说 好像里面有一个太香的味道 然后可能加了一些我们不是那么喜欢的东西 所以最后我决定也是自己做塔 所以全部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做的配方 都是天然的 就比如说奶油 你可以选乳马林 你也可以选天然的奶油 那我们后来选择了欧洲的天然奶油 而且还是发酵过的 在这个味道上面 就是真的是香气更好 尽管不是学烘焙出身 两位合伙人因为重视健康热爱运动 格外均守用天然健康食材的原则 五年前开了这家二代店 尽管累积不少常客 但因为店面不离马路 少了过路客 透过店家改造提升客人的驻足率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